你覺得自己有當過工具人嗎 常常 常常 這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自己很討厭被當工具人 那你為什麼不救你朋友 我都不知道他原來 身陷這種水生活的情況 如果我知道我會冤架出來 歡迎收看波波街地區 海女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你是沒有這種人嗎 追女生的時候花多少錢 算正常範圍呢 我們今天就要一起上街去 揭發路人們的求愛甘苦談 走吧 你們平常就是 都是怎麼追女生的 找話題啊 然後 聊一些 生活 琐事吧 先看聊不聊得來 聊天這個階段過得還不錯的話 可能就會 只是約出去看看 失敗一次 然後繼續追 固執行 那失敗是怎麼樣的失敗法 告白之後 他沒有準備好那種 自然為主吧 自然嗎 就不會太刻意的說 我表現出 我很喜歡你 那種感覺 每送個生日蛋糕之類的 有來想說自己做 他覺得好像 不是很好吃 你做了然後他覺得不好吃 好像有點太過我負擔了 真的假的 沒有到太 加入太多情意 加入什麼 太多 情意 情意 喔 情意 我好像 不是情意做 加入太多什麼 什麼意義 我已經很久沒有追過 因為我是男生班 所以你是什麼時候在追女生 國小國中的 歇十條 互相傳而傳奇 認真念書 就充實自己 讓自己比較有價值 把自己變成黃金 總會有人去挖酒 他怎麼追你呢 約我出去 去吃飯 跟看夜景 去吃飯跟看夜景 追過其他女生嗎 你是說 在 單身的時候 對對對 不然你在一起的時候 還有追過其他女生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不可能 直接講吧 直接講嗎 不然就是 買東西給他 盛起自然 最多就是寫卡片 國際追 你男友怎麼追到你 我去問他的 是你追他的 因為他太慢了 我就說 所以你到底會喜歡我 然後他在一起 我追男朋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剛才是在交軟體的事 經過兩年 然後約他出來看電影 跟看演唱費 那你有送過東西嗎 應該在交往之後 可能是送吧 送過項鍊 幾百塊了吧 在一起之前是送手鍊 一千多兩千 那在一起以後送的 這個是多少錢 就是三四千 都沒什麼 我覺得付出的 信力跟感 比較多 項鍊寶 三千吧 後來有追到嗎 追求女生 有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 因為他肚子痛嗎 嗯 那個 經過 對啊 然後 因為我不知道他家在哪裡啊 就拿著那個 可可吧 然後在那邊走了 三十幾四十幾分鐘 然後還沒找到 那為什麼不問他就好了 不能跟他講啊 就算有點驚奇的那種感覺 跟他一起換學校 然後結果我換完之後就問 笑死 笑 自己笑死 那為了送一杯咖啡去 學了一個早上的拉花 真的假的 你一個早上就學會拉花喔 沒有 當然是失敗啦 結果最後我只拉了 只學會拉屎而已 哈哈 不是花 那在追求或曖昧的時候 吃飯都是誰付錢 就是 一次先那個人付 然後就約下一次 然後下一次再另一個人 這樣 我會更付一個人 因為我剛才會有壓力 如果是我約的話 我應該會請 更付各的吧 會輪流錢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在一起之前 直接都請對方不太好 那如果你們出去 再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然後遇到一個在等你付錢的人 要怎麼辦 就付完錢然後 然後下次謝謝再聯絡 這樣 我們會 我當個中巨人 他付錢 你感覺是這樣啊 你就會覺得 他有在等我付錢 好吧 那我就付掉好了 不然萬一他如果不喜歡我怎麼辦 因為這樣身體怎麼辦 是這樣嗎 有 就是中巨人養成了第一步 女生想要男生付 那就男生贏 那如果女生覺得說對你沒有意思 那就各付各的 那如果女生對你沒有意思 但是想要你付呢 那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話 其實就當然會交朋友 我覺得看對方耶 有些就是很主動就會自己付 我們會問一下說 不然我們請這樣 然後有些就說不用 我覺得輪流耶 我可能心情好就我先付了 那下次就換他付 應該都是我先付吧 這樣知道現在是機會 一開始我是會先付錢 你們覺得台女的定義是什麼 只想要被人家請吃飯 然後被認為自己做當然的 女權自助穿的感覺 公主變成重了 很愛潤花錢 但一定要男生付錢 男生一定要為女生付出 對 加久 有點表表的那種感覺吧 比較不直吧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外國人就說什麼 台女很好追啊 我覺得是比較負面一點 就是醋女生 所以說什麼台女都愛外國人 就是重陽妹外 那你們會覺得台女是指全部的女生嗎 部分吧 應該只有少部分吧 少部分女生 會不會有點 就是全部人都這樣 對啊 就是我也是有 我太喜歡這個詞 遇過台女的經驗 知道一些啊 就是不會有跟她太多的來往 她有時候就是約拿去出去 然後約東西就是讓她來出去 然後吃 讓她拿東西 讓她當苦果一樣對不對 就是假裝一下子就是 就是對她感覺很興趣這樣 過了這段時間 然後就開始慢慢冷淡 我是沒有 可是朋友有啊 當了兩年工具人 她會上繳她的薪水給她用 啊問題是人家又不喜歡她 她可能覺得 她有跟她在一起 可是女生沒有 她發現就是對方交男朋友是嗎 後來 嗯 交了一個很像8加9人的朋友 那她發現以後是什麼心情 很遇足啊 天天喝酒 那她就這樣放過那個女生 我沒有去問後面的下落 我不敢問 你不敢問 我怕到時候我被拖進去 你怕要一起去那個氣室這樣 對啊 是不是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們有 自己有當過工具人的狀況嗎 可能就算有可能沒感覺吧 沒有啦應該是沒有啦 你覺得自己有當過工具人嗎 常常 常常 這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自己很討厭在當工具人 那你為什麼不救你朋友 我都不知道她原來 深陷這種舍生活樂的情況 可是我知道我會變成狀況出來 就是可能晚上 去載她回宿舍 買宵夜啦 一通電話嗎 你會出去幫她買 送過去之後 會跟你一起吃嗎 不會啊 我就回家吃了 你會幫她衝 可是你還是知道其實是沒有機會的 這種就不會啊 就不會 比較像是被朋友欺負 喔你的那個很好耶 好啦我們當個朋友啦 這樣我覺得我能接受尊重女生 她如果委託我幫忙做一件事情 那去做我覺得沒關係 就算你沒有得到一些回報 對就算沒有回報 只要你還蠻喜歡這個人就是相處得來這樣子 哇這工具人潛力股啊 我覺得這比較像契約關係嘛 就是如果你喜歡那個女生 你幫她做事情一定很開心 那那個女生她也得到幫她這件事情的利益 都各是得到自己的利益的話就是 那即使對方有男友也沒關係 有 你可能對她很好 但是她最後對你沒感覺 等於是你之前為她付出的就是白忙一場 但是你在過程中是快樂的嗎 算是 那你會因此討厭那個女生嗎 會 後來她就會罵 沒有 臭婊子 沒有 通常會覺得說這個女生可能沒有機會的話 我就不會主動幫她做事情 太多 所以你們還沒有遇過身邊有女生會養工具人嗎 有啦 有嗎 還是有吧 想吃什麼就帶她去吃什麼 想要什麼就發現實說好想要這個 就會有人送給她 然後可能就發個現實說 喔謝謝你送我 然後問她就說 喔沒有啦只是朋友這樣 這樣之後就會變成功課嗎 這樣 她不一定會給她送一個 就是收她的東西 可是她沒有跟她在一起 這樣不是一個 第一張交換欸 幫她做事情一定很開心 那那個女生 她也得到幫她這件事情的利益 都各是得到自己的利益的話 就是好的 因為如果男人是我朋友我會生氣欸 你會阻止她嗎 我會勸你 可是不會聽啊 你有遇過身邊男生這樣 她家是反方向 可是會特別去她家 然後載她去上班 然後她會下班 然後再去載她下班 然後再回她家 喔就是一個 每天 因為那女兒沒有 摩托車 那個女兒也沒有要跟她在一起 沒有 然後女兒離子之後就沒有理她 女生生日的時候去XXX 那男的就買機票 追去XX跟她告白 就是女生在XX的時候 有牽她的手 然後幹嘛的 然後回來沒多久 好像就跟別男生在一起 那男的就 就這樣 那就有點可憐 那一台剛剛受到一些教育 什麼教育 沒有很好朋友是嗎 對是變女生是工具人 男生才是養工具人的那一個 所以男生很帥嗎 嗯就是啦 又還又醜 真的又還又醜欸 那為什麼她可以養 而且她是在眼裡 老些女生眼中滿帥的 而且輪流請還有 欸你要學起來 輪流請就是說 這次我請你 下次 你請我 對還有再來一次 學起來學起來 平常都不教很不夠意思欸 對啊 所以你們你之前有教過嗎 有 有教過女友嗎 沒有 還沒有教過女友 你現在幾歲 24 牡丹24嗎 你要做什麼工作 我當工程師吧 你也是嗎 我應該會往醫學後面 你是往 這一個醫生 一個工程師 17、18歲 趕快大家預訂下來 拜拜